Hello 大家好 我是阮博的LOOK 物理贼老师 今天跟大家开箱一款新的坐垫加上椅垫 名称叫做撑腰人 这款椅垫有几个比较特别的特色 主要会是在它后面这个地方 可以靠绑带的松紧 去调整你椅背的倾斜角度 那你拉得越紧的话 你就是越往挺腰的方向走 拉得越松的话 你就稍微往后挪一点点 那第二个特色呢 就是它两边这个地方 会是帮我们把屁股盆部分 把它支撑住的 不会让它整个往外塌陷出去 在两边的大腿这边也是都有支撑的 以及前面这边会有微微的突起 去帮我们的屁股往前滑 那这边跟大家介绍一下 就以背的倾斜角度要怎么做调整 首先我们拿到的时候 它会长成是拉到最外面的 像现在这样子 然后调整的时候呢 我们建议先扣起来 之后呢 它两边会有一个小图 建议说就是先拉一边 然后另外一边跟着对到这个小图 那这个头就会是我们轻松的手势 它就会长成是像 以旁边这样图片这样子 那就适合如果你是平常放松 看剧啊 滑手机啊 看书啊 等等的 那你可以用这个姿势去做 如果你是要稍微认真一点点 你在开会 你在听报告的话呢 我会建议先拆开完之后 再拉会比较轻松一点点 就是先拉一边 它总共有三段可以调整 就是轻松 正常跟挺腰模式 那我们现在两边都把它调到 正常的模式 那它的图案呢 会出现在我们黑色的卡榫这个地方 那做起来就会像这样子 它就适合给一些就是 你要认真 但是你又不用说这是可以要盯电脑做事的那种 第三个模式呢 我们就把它两边的部分 把它调到第三个图 就是最紧的部分 这边调到 那另外一边也跟着调 调到最紧的模式之后呢 放到两边黑色的靠近 然后再稍微微调一下 让两边的这个图 都从这个洞里面跑出来 那它这个是最挺腰的模式 展上就像旁边这张图 那就是适合办公室 你要弄电脑 你要弄iPad 你要做一些可以很认真很专注的一些工作 那你就没办法去知道说你腰椎要怎么去摆 那它也稍微帮你做一些 比较明显的一个往前推的动作 那再来呢 我觉得它 重量其实比我想说这种轻蛮多的 虽然它盒子很大 不过其实如果你是外书 你要去可能出差或是办公的话 其实你拿这个其实是非常轻松的 那你就只要把它摆在你的办公椅上 或是你平常会坐椅子上 蛮方便利用这样子 那这里来讲呢 它其实对那种就是很习惯 腰椎往后跑的人来讲 其实它算是蛮好的一个提醒的作用 那 我可以摆到现在肯定了 是啊 是啊